继续来关心台中有一位18岁的张姓高中生 上周末她凌晨趁父母亲睡觉时偷开家里的宾室车出门买宵夜 去撞到了一名23岁的彭姓女机车骑士 造成对方伤重住院还在抢救中 而她的朋友在网路爆料说这个张姓高中生 肇事后避不见面 连带让她父亲开设的医美诊所也受到牵连被狂刷一心负评 直到今天上午高中生的母亲才在友人的陪同之下 出面鞠躬道歉 说他们没有避不见面 有联络上了伤者家属 儿子对于车祸发生也是懊悔不已 还自责自己是一个不及格的妈妈 7号凌晨18岁张姓高中生偷开家里的宾室车出门买宵夜 撞伤23岁彭姓女骑士高中生的母亲出面道歉 事实上最大的歉意 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我这个当妈妈真的很不及格 张姓高中生的母亲亲上火线 还说儿子有到驾训班学开车 平常道路驾驶 有专人帮忙 也有专用车辆 同时澄清没有避不见面 是因为一直到11号 才透过警方的三连单取得联系方式 联络上彭姓女骑士的大姐 处理这个事都非常的和平 而且很理性 对方也是非常的客气 不过有网友po出与张姓高中生的赖对话 网友情绪激动骂高中生 竟然还说没有开很快 疑似是张姓高中生回应 超速是一定有的 但女骑士也存在一些问题 还说当时有刹车 但已经来不及 家属表示事故发生后 高中生自己的情绪也很低落 就医接受治疗 未到校上课 车祸也颇及到父亲的医美诊所 Google评价只剩下1.4颗星 网友负评不断 甚至还有爆料说张姓高中生 没事躺在家里玩IG改字界 受伤的彭姓女骑士 伤众还在抢救中他毕业于冯甲大学资管系 原本还计划要和男友一起做直销 想不到一场车祸 让原本正要展开的美好人生变了调 记者台中综合报导